寸投國小夜 同的獎杯開心合影 桃園大園寸投國小自由製造課程的師生們 日前參加第八屆金座比獎牧羽玩具賽 首度挑戰就有三組學生作品 摘下了幼兒園國小組的一金牌二優蛋 十分厲害 也讓同學們很有成就感 其中獲得金牌的作品哈哈哈哈找不到 是一組對戰互動的積目 創作學生們也分享了發想靈感 以及手工磨製的甘苦談 磨木頭很難磨 而且有可能磨傷手 指甲都會被削掉一半 這個我磨兩個月 然後我很滿意 就是想參加比賽 然後網路上找類似的 然後就看到這個形狀很有趣 所以我們就用大概的形狀來做出來 然後再和老師同學一起改編出來這個遊戲 聽到自己拿第一名的時候 很驚訝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比賽 然後就可以拿第一名 很開心 不僅有著古葡萄去的外觀 這組積木從收納到玩法都很創新有趣 兩人也介紹 他們以森林中尋找動物為靈感 開發兩種玩法 讓積木除了堆疊組合之外 還多了制鬥元素 遊戲有兩種玩法 第一種玩法是把動物藏在樹的裡面 然後用猜拳或其他方法可以決定誰先開始 開始的時候可以先骰有顏色的骰子 假如我骰到橘色 我就可以把橘色的某一小結拿下來 然後只能拿一個 如果你是第二個人或者其他次的話 如果你的某一個顏色被拿下來了 你可以把它放回去 然後先把樹拿下來 裡面會有藏動物 先找出對方的三個動物就贏了 第二種玩法有兩個骰子 一個動物骰子 一個顏色骰子 要先擦拳或是別的方法 假如骰到老虎的話 你就要先把老虎藏在一個裡面 假如你想要藏在綠色的樹裡面的話 你就把它藏在裡面 但不能讓對方看到 然後假如我骰到綠色骰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一個綠色骰子把它拿下來 但是不能像定義一種玩法的 再把它放回去 全部拿完的話 如果你得到指定的動物的話 你就贏了 而獲得優等的作品《雙人極箭》 則是把歐洲中世紀的極箭對決 脫胎成木偶對戰 透過磁鐵聯繫 讓關節能夠全方位伸展運動 而木偶上的盾牌 還暗藏了兩位創作者的韓文名字 玩起來趣味性高 又不會讓人真的受傷 十分適合小孩子遊玩 因為這個看起來很好玩 而且做起來感覺很有趣 可以讓雙人增進感情 像這個關節上的仰眼釘 它會一直掉下來 需要黏膠跟縮緊 不讓它的牙弄掉 這個遊戲叫做雙人極箭 是利用手上的木棍和盾牌 將對方的頭顱打掉 打掉就可以得一分 先三分的人就贏了 也可以用手上的盾牌來防禦 它的犯規規則是 將擂台提起 或是 將人移出擂台太遠 算是犯規 或用手將對方的頭顱拿下 這樣算犯規 而會扣一分 就是很驚訝 沒想到自己會得獎 另外一組獲得優等的作品尋寶戰士 兩位創作者則是把喜愛的奇幻打怪 手遊元素 具現化成吸鐵盲盒桌遊 玩家可以透過手上的磁鐵棒 體驗抽卡 隨機打怪 偷走對手寶藏等橋段 他們也在過程中 對製作遊戲燃起的濃濃興趣 因為我們平常玩的遊戲裡面都是 殺怪物 然後獲得寶藏 所以我們才會想到要做這個遊戲 我要謝謝我的隊友跟老師 一直幫我們做這個遊戲 未來我們想要繼續做木頭製作的玩具 遊戲的名稱是尋寶戰士 然後裡面的道具有寶刀 還有哥布林 還有法杖 還有盾牌 還有寶物 遊戲的玩法就是你要用這一根去吸裡面的寶藏 或是其他物品 然後遊玩的前提是你要先打亂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蓋上蓋子 你就可以開始吸裡面的寶藏 吸出來之後這個哥布林的話 你吸到它它會搶走一顆寶石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寶石 就要直接把它丟回去 小裝我剛剛就有吸到一個刀了 然後我現在遇到哥布林 我就可以拿我刀去殺掉哥布林 殺完之後你要把刀盒放在哥布林上面 代表你有殺掉它 那就是一直輪流 輪流到有一個其中一個人拿五顆寶石 然後殺掉一隻哥布林 然後那個人就贏了 遊戲就結束了 不僅是學生得獎 就連指導他們的老師之一 綜藝隊也報名參賽 並獲得這次社會組金牌 好成績傳回學校 正當國小校長也感謝師生們 付出的用心與努力 芳洋學校慕依特色 他們三組能夠得獎 我覺得是靠著老師 平常跟他們的指導 這也很重要 再來這三組的孩子 原始的天分有受到啟發 那我們教育就是一個 啟發孩子的過程 然後開啟孩子的潛能 那牧育課程是我到鎮頭來 大力去推的 其實我們是從零開始 那一開始去看人家比賽 看人家這樣做東西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木頭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玩具 這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很感謝 我們盧婷老師 跟一隊老師的指導 那在這心情的經營之下 才把這學校的特色 慢慢的發展出來 發揚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喜可惡的地方 負責自由製造課程的老師楊如婷 由於具備玩具相關專業知識 因此事前著重在指導 學生建立玩法機制 他稱讚同學們都很有創意 首次參賽就能拿獎 也讓他感到很意外與驚喜 其實他們的表現就是 一開始當然是很不熟悉 然後也不太知道說 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可是就是隨著 他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幫他們提問然後解決之後 就是一步一步 越到後面他們就會知道說 我這個遊戲已經成形了 然後玩法也就是漸漸的比較成熟這樣子 就是中間一邊試玩 然後一邊調整 一邊試玩一邊調整 然後才最後定案 就是這樣子的遊戲玩法是比較OK 比較完整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他們會不知道怎麼去呈現 那所以我們就是從旁 幫他們推他們一把 或是幫他們再加一點東西進去 就是讓這個都再更完整一點這樣 因為他有一個那個選手交流的時間 那我們是希望說他們去可以介紹一下他們自己的玩具 那也可以再去看看別人的玩具 就是可能作為他未來他創作的動力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沒有期望他們得獎 對但是就很開心啦 就是也有幸就是獲得評審們的青睞這樣子 在第一甲子的鎮頭國校 近年發展木裔特色課程有成 這一兩年也借助老師們的專業 進一步辦理自由製造課程 更結合校內的二手玩具物流中心 發展出製作沐浴玩具的想法 並挑戰參加由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舉辦的全國賽 意外獲得好成績 讓幾家拆遷的學校在畢業前夕 又有了不一樣的回憶 旧旅程台灣報導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